很多人都喜欢戴耳环 但穿耳洞时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 它很硬很痛 所以就完全不敢动 然后等到整个拿下来的时候 它是重的 高雄有一名男大生 穿完耳洞后 三个月没拔下耳环 结果耳垂后方长出肉芽 包住耳环 想要拿也拿不掉 经由判断应该是一个 感染性的一个肉芽组织 所以我们经由手术的一个青窗 然后再帮它做一个伤口缝合 耳洞最怕感染 最严重会影响外观 一般最怕就是造成 整个我们耳朵的一个感染 然后并造成整个 耳软骨的一个变形 耳洞周围做一个消毒清洁 那当然正面反面 都需要做到清洁的动作 穿耳洞后清洁消毒天天都得做 医师提醒 如果持续出现红肿热痛 或是流出分泌物 就要赶快就医 也要尽量选带 纯金纯银的饰品 避免感染 更不要到夜市 或来路不明的地方打耳洞 到酸液皮肤科 卫生消毒确实 感染风险才会降低 大爱新闻新闻 王昭中高雄报道